陈大哥是安徽人 平时会把老家的老姜 大蒜 土豆等农产品 拉到浙江家庆来卖 这辆轻型小货车是他小舅子在2013年买的 当时花了三四万元 十多年来一直都是他在开 没有车损险 事故后的车停在同乡的中行汽车修配厂 前挡风波里没了大半 浑身伤痕累累 陈大哥说 当时自己受了轻伤 没去医院看 交警判定对方权责 事故全泽方的保险公司是安盛天平 陈大哥联系了业务员 怎么算呢 这个车算7000块钱 不是7000 是7000多一点 差不多7000几百块钱吧 因为按照目前这个车辆的价值 只来到一个折旧算下来的 11年车 那我这一个旧车的呢 正常流程车子我们是收走的 你意思是我在车子你给我强制报废了是吧 对 现在赔付的这个7000块钱是不是能在市场上面买到这个同样年限的这辆车呢 对 还在找了 这还不确定 车子现在修修要多少钱 是超过7000块钱的是吧 对 肯定是超过的 大概要多少呢 大概我对不对不好说 你具体东西还没拆嘛 乘量 我在这个7000块钱肯定不行的 7000块钱我每个电瓶子都买不到呀 但是我上一辆车报废的时间 我开了15年 我拿一报废我还挪了1万多块钱 旧车还是我自己卖了 最起码要给我1万多块钱 没1万多块钱这肯定不行的 1万多我现在肯定是没办法回答你的 陈大哥也问了问汽修厂的老板娘 老板娘说车子还没有拆解 根据清单 初步估计有25项需要更换的配件 车子的残值也就六七千块钱 第二天 安盛天平理赔部的陈经理回复记者 维修的话估计要超过1万块钱 还在与陈大哥进一步协商 108黄剑记者嘉兴报道